快看,这是什么,这好像是一个玩具呀 我去,怎么拿不出来,不会被这块石头给压住了吧 把石头抬一下,这不就拿出来了吗 我晕,里面装了好多水呀,把水控干了 这好像是一个游戏机,可是怎么玩呀 反面有字,是用年龄,三岁机以上 那正好适合我玩,可是也没有告诉我怎么玩呀 诶,这个位置,是装电池的吗 我晕,里面全是水,这都进了这么多水了 还能玩吗,但是我发现,这个里面 似乎也不是用来装电池的,看看有没有开关 紫色这里按不动,上面这两个也按不动 这说明,开关不在那里 诶,这里,哇塞,能转 里面的小车,也会跟着动 但是,这并不是开关,这里还有一个 转一下,我去,转这里,里面的马路就会跟着动起来 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了 转左手边,马路会动,然后转右手边 小车就会来回躲避路上的车 这样躲过来躲过去的,太累了 躲不及时,还会压到路上的车 我有办法了,走最右边的着急车道呀 我着急,让我先走 这样就不会压到路上的车了 诶,对了,他刚才 为什么会被塞在这里呀 难道是为了垫石头? 不去,快看这块石头下面 好像也是一个玩具 难道这些玩具,真的是用来垫石头的 哪还拿不出来,必须把石头抬一下 他都拿得出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玩具 宇宙战士凯农 这里有一个按钮,按一下 不去,这是弹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张饼吗,长得好奇怪 哎呀,他好像弄便条 我的天,竟然变成了一辆车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玩具呀 我的天,刚才没发现 这里竟然还有一只小龙虾 好像还不服气的样子 既然你不服气,那么我专止不服气 打他 哈哈,这只小龙虾,估计这辈子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他会被车撞到 哎哟,他要干嘛 就让他钻进泥里去了 那么喜欢待在泥里 那我就满足你 这两个玩具车,又该怎么办 这一个,就让他继续在这里垫石头吧 这一个可以拿着,去撞一下别的小龙虾 好,好,好